大家好,我是何一 上期说到猎海王成功打倒皮克 博士不得不承认中国武术确实很强 也没想到猎海王能撑那么久 但这并不代表他赢了 这话立刻被德川吐槽 因为刚才的最后一击 绝对给皮克造成严重的脑震荡 没想到他竟然如博士所说没脑震荡 原来在皮克被发现后 博士对他进行了一连串的测试 无论是肌肉组织 骨骼和器官都令人惊讶 最异于常人的就是他的颈椎 粗壮和强韧度都远超了现代人 像人类这种双足生物的脖子 在结构上根本无法与他相比 只有在大型四足动物身上 才能找到类似结构 因为他们的脖子 需要长期支撑巨大头部的重量 种种证据只指向一个结论 也就是皮克在人生某个阶段之前 很大可能是四足动物 就在猎海王接着进攻后 皮克已经开始用四肢来跳跃 虽然武术确实厉害 但招式都是用来对抗人类 而此时的皮克已经化为真正的野兽 猎海王见状摆好姿势准备迎战 分析皮克的姿势并非向短跑选手或向扑手 而是一头野兽的攻击姿势 是一种不会往后或旁边跳 只会向前推进的姿势 猎海王分析完后稳住下盘 准备用出崩拳从正面打抱对手 直见皮克叙事待发 就像打败暴龙时那样冲向强大的敌人 猎海王一拳试图挡下 立刻就被撞飞冲出场外直面撞墙 四千年历史武术终究输给了最原始的暴力 没想到皮克又一次哭了 慢慢靠近就要吃掉对手 刘川立刻跑去阻止皮克 下一秒就被一把打得失去意识 仰天咆哮发泄心中的悲痛后 就开始享受眼前的美食 博士一针麻醉药放倒皮克 才让猎海王能被送到医院接受治疗 只不过被吃掉的半条腿就接不回了 看着自己的惨状 猎海王更多是觉得违背了被吃掉的承诺 因为这样也代表他欺骗了皮克 明明说好要被吃掉 现在却只是被吃掉一部分的肩膀和半条腿 仰天咆听闻此事前来探望他 有点不敢相信真是被吃掉一部分身体 对于猎海王这个武术家而言 丧失了身体部分的功能并不丢脸 令他羞愧是嘴上说准备好面对一切后果 但其实并没有勇气去接受 仰天咆安慰猎海王会痛苦 不是因为失去一条腿 而是他那内心的躁动 猎海王的猎有几个意思 除了猛猎和强猎 最重要的意思代表从不偏离正导 说的就是眼前的猎海王 此话终于让他稍微释怀 低下头不停向任牙道歇 任牙回去时想到父亲偶尔也会用吃这个字 虽然只是一个比方 但这也代表皮克和勇次郎是同一种人 在武道馆内 独步稍微发力直接打碎冰块 转身准备切断细小的铁丝 只见独步一个手刀 铁丝就被一分为二 学生打断有找独步的电话 才知晓了猎海王被吃掉的事情 刻意听后也非常惊讶 不敢相信那位猎海王竟然会输 诺骂皮克说他是自大的猴子 独步见他根本不明白真正的问题 解释皮克并没有看不起他们 而是不认为他们有被看不起的资格 这话对刻意来说就是赤裸裸地瞧不起 独步说被看不起是一种权力和资格 皮克没有看不起他们 就好像他们没有看不起肉或鱼一样 简单来说就是把他们当作食物罢了 但刻意还是不接受这个说法 咬定皮克就是在看不起他们 猎海王被吃掉的消息很快就传遍武术界 尽管皮克被打了能让犀牛昏睡整晚的麻醉药 却在短短几个小时就已经苏醒 还打破了过去只有泳子狼能打破的铁门逃了出去 来到附近的高楼仰望风景 一位高大的壮汉看似漫无目的在走走 实际上试图在繁华靓丽的街道找人打一架 无论是在空手道 拳击还是举重 在他去过的道场和健身房没人能比得上他 就是这样一位战斗力超强的壮汉 在撒尿时突然就被垃圾堆里的皮克抓着 毫无反抗之力被拉进垃圾堆里 但皮克不是想伤害他 只是要夺去身上的衣物 这位野人穿着刚好能塞得近的衣服 满怀雀跃要踏进现代社会 高大的身材很快引起人群的注意 看着周围琳琅满目的场景 这位雄性动物只是一头雾水 完全没有一样东西是他知道的 在他的那个时代 皮克只吃攻击他的东西 每天过着战斗取得胜利 将对手吃尽度的日子 对他而言是很骄傲的 但现在却与周围格格不入 衣服在他身上就如同伪装 清楚必须要这样做才能活下去 但身高两米 体重超过130公斤的巨大身躯 在人群看来还是很可怕 甚至都不敢看着这位野人的眼睛 此时的他肚子已经很饿了 从早些时候就只吃了一点食物 却还是忘不了比自己弱小的身躯 和那毫无保留的力量和武器 皮克穿越马路时正好是红灯 司机来不及刹车一把撞飞他 整个人被撞飞数十米远 整个车头更是直接被撞凹一个人形 大叔赶紧去查看皮克的情况 但他根本没事慢慢站了起来 转头看向卡车把他当作猎物 整个眼神变得犀利起来准备狩猎 猛地冲向卡车静直撞了过去 抓着卡车试图来个过肩摔 车头支撑不住被硬生生卸下来 但皮克只是重新站起来 猛地一脚踢向后面的货舱 像丝纸片一样徒手将铁片撤下来 随着冷气中带着食物的味道 出现在皮克眼前的是大量生肉 开始享受属于野人的自助餐 本期的视频到这就结束了 逃跑出来的原始野人 究竟有谁能将他抓回去 请敬请期待下一集 我是何一 和我一起走进动漫的世界 感谢观看